深夜十二点十四路口 闪黄灯白色休旅车通过时 跟左边闪红灯路口 轿车车头对撞车头撞凹 两辆车失控暴冲 发生两部自小客车 交通四步 路口当时为闪光耗制 轿车一头撞进妇产科诊所骑楼 休旅车沿着路边滑行 撞翻小吃摊 摊车被撞到病形 锅碗瓢盆掉的满地都是 身材器具全泡汤 这边是谁要批开啊 那有放到哪里 有啊 放到这台车 在台南北市的修理车的话 唯一规定让车 唯一规定检数 双方驾驶经检测 酒车子均为零 车祸发生在台南家里 光复新生路口 好险当时两辆车速度都不快 两名女驾驶清床送医 但这一状却把当地平民隐藏 美食摊撞毁 小吃摊卖的挖柜 腐水 鱼根 平时都要排队才买得到 业者从凌晨善后到早上泪翻了 昨天他在中方拐 他的米已经洗下来 小吃摊白天才营业 老板当时正在门口洗米被料 差点就被撞到 人平安但摊车全毁 短时间内挖柜和腐水鱼根 平民排队美食 恐怕没办法吃到 记者赖关张台南报导